网传防疫补助大作战 每人补助3000元的防疫补偿 申办系统是冒用卫福部的假网站 甚至要民众填写个人资料与上传证件 但这其实是诈骗各自的钓鱼网页 因为我觉得那些简讯看起来就很假 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 多看一下政府的网站也就不会受骗了 我觉得如果是可能老师发出来的话 我才会点进去 如果是在别的网站看到可能就不会按 网址点进去显示防疫专案4月18日致命而满为止 每人补助3000元的内容 甚至要求上传一张有效证件 示范证、健保卡、驾照、护照、填写资料申请 相关个人文件很可能因此外流 我会看一下那个网站是不是就是 就是骗你的网站 还有它需要我的资料是用来做什么的 指挥中心曾宣布此项防疫补偿方式 发布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隔离 及检疫期间防疫补偿办法 如想要询问关于申请防疫补偿的相关规则 可联系地方政府资讯窗口 你要查证一下 检查一下这个讯息的来源 讯息的可信度 那怎么去查证呢 网路上有事实查核中心 有LINE的查核机制 那也有美誉仪 或者是你到Google可以搜寻一下 都可以check一下 建议民众认清资讯来源 切勿点选来路不明的连接 且不要随便上传个人证件 预线上申请防疫补偿 务必经由卫福部官方网站进入 以上新闻请微微 陈泽玲 黄仪萱 高雄采访报道